有跟听众分享吗 因为当时在Vegas做了假的check 然后所以有犯下这个 就是我们说联邦罪的部分 那在超市赚钱的荣景下 逃到LA来 当时父母亲对于这样的事情 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我坦白告诉你 我没有让他们知道任何事情 但是你四年就是 没有 我应序不错 因为我母亲后来老人自带 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嘉宾 这个嘉宾是我们很多粉丝敲碗 要第二集的一个嘉宾 所以我们就再联络了这个嘉宾 请他百忙之中再抽空来跟我们玩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声歌的主题是 我离开台湾因为什么 移民后我成了联邦囚犯 老移民大谈自己的移民故事 OK 我们马上来欢迎我们的嘉宾 Authur 谢谢 这个其实也没有百忙 真的一点都不忙 大家不要误会 现在我们的录音时间 七下午三点钟 所以 这个好像是真的 他是在休息的时间 休息的时间 OK 好 那我们今天是聊移民故事 我们一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请Authur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大概是什么时候来到美国的 然后一开始是为什么会来美国 我是1985年来美国的 那当初是来念书嘛 你生了吗 1985还没 真的喔 跟我没关系 你生不生了 哈哈哈 等一下 很紧张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哈哈哈 那我也出事了 他也出事了 不然七八糟 哦哦哦哦 原来是寻根之理 哈哈哈 哈哈哈 1985年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是美国啊 这个说起来信不信有你啦 全世界我申请了一百所学校 只有一所收我了 哦真的假的 对的 你知道以前在台湾的时候申请学校 申请费一百美金啊 嗯 我爸爸说哦 比较穷的哦 光跟你申请学校的就倒了 一百块美金乘以一百就是一万美金啊 想当年的一万美金 很大啊 真的可以搞垮一家 那所都申请美国的 全世界有有德国的 有法国的 虽然我都不会讲 哈哈哈 可是因为有就申请 OK 然后结果呢 全世界只有一家学校收我 当时你也没有说特别是 就想要去美国 所以选择美国就对了 是因为那个情况造成 早期的台湾 就是有子弟可以赴美深造的 大家都比较喜欢来美国 因为觉得就是可以留个根啊 嗯 因为那时候的台湾优患意识 比现在的优患仪式强很多 嗯 觉得会被学习啊 那现在觉得就是会被水洗 所以呢 当初就是很多人希望子女的到美国来 不管怎么样 这样你能来就好 你去美国去打工洗盘子都可以 嗯 就希望有个人在美国可以拉一条线这样 这是当初的社会的情形啦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来美国留学的学生 几乎都是留下来的 嗯 哦 对 除非说他在台湾有什么事业要接班什么 那大部分都是留在美国 出来的很多吗 那时候 当初你现在的比例讲起来呢 应该那个时候的比例应该是算是少 嗯 毕竟能出国的毕竟还是少 可是呢 人数呢 跟现在比起来呢 就没现在多 因为人比较多 嗯哼 可是现在好像听说有减缓的趋势 因为台湾人现在不喜欢到美国留学 所以你当时出来的时候就决定要留下来 还是说读完书之后才决定要留下来 我讲个笑话 我当初考大段年考之后 第一年没考上 我妈差点自杀 Oh my God 真的假的 所以我如果来美国再回去台湾的话 我妈可能真的自杀 以前那种帽子成龙这种心情是非常的激烈的 没死就是激烈 有死就是中龄 那我想问 当时父母亲他们其实就很希望你留下来 你自己的意愿是什么 我当时也是留下来啊 因为回台湾除非说家庭已经有铺路 不过你回去呢 基本上跟在美国的意思是一样 那你既然有这个机会待在一个 就是说有在这边奋斗的环境里面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会先想尝试一下 是不是在这里不见得洗盘直接可以过日子 你来美国生活之后 有没有碰到你觉得特别辛苦的层面 看你个人对这个的认知 当初我来了我是去德州 你要觉得说 哎呀我晚上要吃宵夜都没地方去 这地方带的不好 可是你要是反一种角度来看的话 哇这里空间好宽敞 开车开50米都没看到人 不一样的角度来看 那你回台湾好爽啊 晚上三点都可以吃宵夜 好脏好乱好好玩 对不对 美国就是好山好睡好无聊 就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每个人呢 心路历程里面 有些人比较压力比较大 或者是有人觉得还好 牙一咬就过去了 这样子都有 那这个是成败论英雄 过得好的话 说起来都很好听 对真的 过不好呢 就怨天尤人 哎呀都是这个美国政府 这样子课征什么好多岁 什么 啊是争你一个吗 这个就是看你怎么去解读 你要是用一种很负面的方式去解读的话 什么日子都很难过的啦 所以我是就是奉劝各位就是说 其实遇到困难是绝对有的 像婚姻都是个困难 一定要好好的经营 是奉劝大家不要 没有说不要啦 只是说让你好好的经营啦 来美国大概 40年 将近40年 在你的移民过程当中 最辛苦的 或是你碰过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我个人还好啦 那对一般的人讲起来 最辛苦的过程就是 身份的转换 然后我个人是还好 因为我换了两次 被关起来的时候 那时候出来又重新给了一次 所以我换了两次 所以 你关进去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是美国人了吗 No 我那个时候不是美国公民 所以说美国的联邦法律规定 只要被判刑超过一年 他就把你递解出境 可是呢 这种移民法呢 上面还有一个移民法庭 可以判决 你可以 留或者是 走 所以我被grant两次 绿卡 蛮奇特的 很少有人给两次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你那时候身份转换 你说因为你一开始来 是读书也是F1吗 那时候几乎F1就可以 那时候F1比较容易留 现在我不知道 可是就是说 很多人还是很困扰 很多人还是有这种困扰 那你说真正要突破这个瓶颈呢 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我觉得看你的命 你走这条路的时候 你有没有考虑到 你是怎么样能够突破这个难关 那很多人就不管了 先跳机再说 也有人跳了30年都还在 那你说30年都还在 这永远是他一个困扰 那也很好 也没事 那是是没事 可是问题就是 你就没那么水心所欲 是 对 有点帮手帮脚 因为大部分的留学生 在毕业之后 他们都是投身在美国的职场 去找工作 在前一集的采访当中 我们有跟你聊过 你说你毕业之后 是在德州开了一间华人超市 为什么会选择 跟一般留学生不一样的方式留下来呢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找所谓的营营律师嘛 那营营律师当然就是会 推了你的条件 去做什么样的申请 当初呢 在德州算是华人比较少 如果你投身华人的行业里面的话 可能机会比较好 可能啦 对 所以当初我就就在那边做 所以我们当初除了做华人超市之外 还有做地毯 音响什么的 有做很多 那都是华人的市场 所以当时你选择创业是因为 考量到身份的问题 并不是说你自己真的是想要创业是不是 其实我办身份跟我做市场 这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那完全只是一个投资 那那个投资呢 对我讲起来呢 是有一点点个人的喜好 因为我很爱吃 当初在德州什么东西都没得吃 开一家超市就什么东西都有得吃 他这就是百分之百的那个结合自己的兴趣找工作 所以我发现超市最大的消费者 就是他自己 所以当你开了超市之后啊 就应验了一句话就有人讲说 你要害一个人哦 你让他去办报社 那你要害死一个人让他去开餐厅 那你如果要把那个害了尸骨无存的话 就让他开超市 可是这句话不对的 疫情期间那些开超市都发了 对啊 所以几千年才遇到一次 那我很好奇 那时候你是来念大学还是念Master Master Master 但你不错呢 那叔叔大学毕业算很厉害 你还算是高权生的 我们以前在台湾念大学要毕业 的确是需要有一点点能耐 有一天我去办成绩单的时候 然后那个教务处的人就大声朗诵 好那你来办成绩单啦 4339 我就问他说4339是什么 你班有43个年纪39名 有四个是言毕的 毕业了我是最后一名 但是他还是毕业了啊 他还是算是最高段班的 莫多莫车班 那个年代还能大学毕业 然后又要训练研究所 很厉害耶 我们还跟你讲真的是妈妈的啦 妈妈的 所以当时家人对你留下来创业的看法是什么 他们觉得你要怎么做就该怎么做 只要你在美国就好了 所以他也不在乎你去哪一个州 哎呀当初的台湾对美国感觉就是 就是美国嘛 嗯 在哪里都是美国 对他们来说是一样 不太厉害就好像我们现在跟你讲非洲 你知道非洲是什么 嗯 南非跟那个伊索皮亚差很多耶 嗯 那我很好奇你毕业之后有考虑过离开德州吗 如果要创业的话 对我讲起来其实我这个人就是一动不离境 我就觉得说那这当然也不错嘛 反正就就就待在那里 有已经有已经开始有打算有怎么作为了你就在里面 因为其实美国隔州就如 就如 就如 国家真的 就如出国啊 对 真的是这样 宝德尔是1985年来的 对 你是19 我在德州2007年 你是在Dallas吗对不对 对 你也在Dallas吗 我在Dallas旁边还开车两个小时的小地方 Waco Longview Longview 还在旁边叫Kilago 哦 Longview加那个上空的牛排馆 是那个牛上空的 太晚认识他了 OK 那我想问就是我们在前一次的采访当中 Other有跟听众分享吗 因为当时在Vegas做了假的check 然后所以有犯下这个就是我们说联邦罪的部分 那在超市赚钱的荣景下逃到LA来 当时父母亲对于这样的事情 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我坦白告诉你 我没有让他们知道任何事情 哦 哈 这是但是你四年就是 没有我应许不错 因为我母亲后来老人自带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其实疫情里面的道理很简单 好跟坏会同时出现 对我讲起来就是说 我母亲老人自带 对她讲起来好像是一个悲哀 可是她不知道她的儿子做了这么大的措施 其实对她并没有坏处 那我也能释怀 这个人间的道理都是有一体的两面 你挤好的时候就会有挤坏的事情 你隐藏在那里 你急坏的时候 事实上就会有给你一些东西 马上会被浮现出来 所以说为什么说要顺天而行 就是事实上你没有办法逆天而行 就是说你觉得说我一直很顺当 任何事情都顺当 你可能要注意可能你其他的方面 身体或者是家庭什么 有一些什么让你烦心的地方 所以人不要求全胜 你可以求 但是当你真的全胜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翼翼一点 理解 所以刚好是那个timing 就是妈妈得到老人自带 那你那时候怎么联系她 如果在那四年就是没有音讯的话 因为你也不这么有音讯 你接应里面还是可以打电话出来 当然我会用进各种不一样的方式 来跟她联系 让她放心这样子 对 理解 哇这个timing真的是绝了 对很多timing 所以我跟你讲说人生 我的人生遇到很多 你说运气好不好 那我每次有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就很感谢天老天的安排 你知道 你不要太特别 你看我就是这么运气这么好 怎么样 不是你运气好 是你行事得宜 所以老天肯帮你 人不唱手不唱腹 我发骂了 真的 那我想问你 那时候有提到说 你从德州逃到加州 蛮多年的时间 大概是几年的时间 零几年过来到15年 就逃了十几年 十几年 十三年还是十二年 十二三年 很久 很久 所以说你做了十三年的恶梦 对 那种日子你说 当你被抓的那一天 事实上心情反而放松 是 那时候开始担心的 就不是说会不会被抓了 那时候担心说 我到底要被关多久 每一个阶段 这跟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的理想 跟目标一样 一直在变 那时候找律师吗 找律师也没用 你抢了银行会抓到 来我签换 会不会这样子找律师 跟刑期会变短一点 在联邦讲起来是不可能的 OK 联邦他们这个法律 就好像你一般说 什么缓刑 什么表现优异 什么提早 这个没有 联邦就是做足85% 像我是46个月 我做完41个月 就这样子 那你会说 那联邦的判刑很重 那当然了 因为联邦他们现在的量刑标准 还是Basecom 1950年 他们那个Congress定的法案 OK 比如说以那个monetary的算法 当初的100块 跟现在的100块差多少 你那个Valet的 那个dollar amount apply on the 1950 law的话 那个天文数字 吓死人了 那时候100万可以买半个德州 哈哈哈哈 对吧 诶那我好奇 谁知道现在都0元够了 哈哈哈哈 那100万都不要 德州还没有来 那只有加州有 加州有这件事情 所以你们家就失败了 要就维持不要超过900块 就可以不用付钱走出去 哈哈哈哈 这是 这是 德州可能不太会发生这件事情 那时候就是说你有民家吧 那我好奇在逃亡那几年 十几年的时间 你有曾经想过回台湾 或者是逃到其他国家去吗 我当初要是想回台湾 我早就走了 嗯 就是因为不想回台湾 为什么不想回台湾呢 最主要就是说 你在美国已经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 你在台湾的connection几乎都断了 嗯 你去那里跟去非洲一样 嗯 然后再说回去更是丢人现眼 嗯 对不对 那时候平常你讲是灭止问题 你说留在美国真的有那么好吗 我告诉你 你混得好就好 你混得不好就不好 谢谢 没有没有 没有就是说 你是不是留下就一定好 这没有一定的道理 嗯哼 那刚才你愿意留 我相信一定 你也会付出很大的心力 在这边打拼奋斗 对不对 所以应该可以说是对的啦 你录下应该都是对的 所以你也没有曾经后悔过 就是留在这边 没有 没有后悔 也没有假如的 嗯哼 其实人生最主要的就是说 你要往前看什么怎样 怎样 其实不是往前看 应该往当下这个时间看 嗯哼 你现在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嗯 对不对 我现在来这边接受你们采访 啊我在想着说 我等一下去哪里吃饭 这个就不对了嘛 嗯 对不对 我应该把现在当下要做的事 做的很完善 嗯哼 这样子才对 任何人都应该有这种想法 嗯哼 嗯哼 那结果没想到后来就出事之后 就把那个后面的那个 life搞得有点mess up 嗯哼 这个mess up 事实上我也不后悔 因为经过了这个浩劫之后 嗯哼 整个人生观改变 生命等于重开一个一个乐章 所以说反而我觉得 我一点也不后悔 他说那你一定会再来一次 你还会这样 我会我会这样 因为为什么 因为没有办法再来一次嘛 你怎么怎么讲都可以啊 哈哈哈哈 还有道理啊 还有道理啊 很多人就就就就就讲的天花乱坠 事实上 不可能的事情不要说嘛 嗯哼哼 近期有很多中国的移民 他们是润到美国来 这些人也是充满对于美国的梦想 然后跑到美国来 但是用这样的方式过来 你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 有什么样的看法 基本上呢 他们一定是生活上有什么压力 才会想要背井离乡 嗯 然后到美国来 那美国呢 是不是就是他的梦 是完全不知道 就看你的梦有没有圆 就像刚刚讲的 你成败论英雄 嗯 成就是你去对了 不承认哎呀你不如怎么样 你不能这么讲啊 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 哎呀早知道不要来 早知道不要来你也来了 嗯 那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在这把握在这个当下 你应该继续往上爬升 不要气馁 因为任何的东西你只要一放弃 再回头就没有机会 任何的东西 有人讲说说不定怎样怎样 不要讲说不定的事情 你既然有这种意向 你就要好好的去进行 尽力去做 嗯 这样才可以不辜负你自己的人生 嗯 如果说今天让你来 以这个美国移民的前辈角度 有没有给予正在 犹豫要不要留下来的这些国际学生 或者是说计划想要移民到美国 听众有什么样的建议 就看你留在这边 跟你回去你的原生地 发展的空间 嗯 是不是一样 还是有差异 一般人家一样啊 留在美国跟回去都一样啊 那你能留久了 嗯 哎呀不 我在这里 我回去绝对 也没有背景 也没什么什么出入的 我还不如在这里端打独斗 我可能击回来 那你就留 我没有说该留或不留 完全是看你个人的那种条件状况 嗯 像有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就是中国来的那些留学生 有90%都是回去的 嗯 为什么 才当官 都是高干的那个子弟 他们回去是接 接日关系 嗯 在美国这边就没有这些 嗯 就好像也相对的 台湾那些大企业的 那个送出来的子女 都回去啊 嗯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台湾有事业嘛 嗯 那回去接班 那我最后问一个问题 就是像奥特尼 也在台湾待了二十几年 到大学毕业才出来 然后在美国也待了超过三四十年的时间 在台湾生活跟在美国的生活 整个大环境的状况 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我运气很好 我在台湾成长的那段过程 是刚好台湾起飞的那个阶段 是 是 从领阳港的客厅级工厂的时候开始 从十大建设开始 所以说我们眼睛见到的东西 就是一路的成长 所以可能相对的 我们对人生会抱的比较大的希望 因为什么东西都往光明面在走 是 这是我觉得我在台湾成长那段过程 过到台湾最光辉的一段 嗯 那来美国呢 事实上 你说美国在我来的这四十年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展望 嗯 只有越来越觉得他不行 嗯 那这个这个越来越觉得不行呢 出现出一个就是说 一定是有 其他的国家比他 有将来性 那这个我们不可能因为 哎呦 我觉得中国好 我就去中国 是啊 中国是好 对你不见得好 嗯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台语说的 水底没水味烧 嗯 就是你这样到处乱窜的话 其实并不是一个 特别好的状态 对 应该是折散固执 你决定在这个地方发光发亮 你就在这里努力工作 那你想这样也好 想那样也好 最后是什么都不要想最好 对 所以说这个还是还是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你今天在这里待下来了 你就好好的在这里落地生根 嗯 对 这是最重要 你要是老师有那种建议事先的那种行为 就跟 套一句比较粗俗的 那种婚姻 你结了就落地生根 不要想哎呦 再换一个多好 不好 绝对不好 嗯 对不对 都是可以经营 一个就你这样不好 你还那么多个怎么会好 你好像很多感触 我这句话帮你放大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 就是贪心 就不安于现状 那不安于现状 你要是说用一个正面的解释 它有爆发力 它有野心 那事实上不安于现状的东西 有很多是你要量力而为